2019年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 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 这一年香港觉醒 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悲息的觉醒 有些突然 但也由来有止 是香港市民的觉醒 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一代的觉醒 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 再不会回头 里儿 香港觉醒筆录了里儿于2019年的正论文章 既有历史视觉的分析 却不留冰冷 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 也不失睿智 是历史的初稿 读着夹罪夹矮的时论文章 仿如置身运动之中 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优势与共 同时能纵观大局 不迷失于旁之末折 里儿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 大家可以亲临普罗 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 每本特价港币120元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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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北京那里 据报有几十人 过百了 大爆发了 对于北京公屋的数字 我们也有保持一定观望的态度 这次这个传播 看来他们觉得相当严重 一看很多片 就看到战时的机制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究竟这是第二波还是第一波的严重 这里要看回时序 如果我们留意北京官方自己的数字 它隔了五十六日 没有本地个案之后突然爆出来 你如果计算 我当你十四日是一个潜伏期的话 过了整四个潜伏期 即是说它是由之前那波的延续 的可能性 其实我会觉得极低 其实都是真的 香港早前也是 曾经试过隔了二十三日之后 又出一个本地个案 接着再隔了十日左右 又出一个本地个案 但是都由那个来源 我考究到应该两个本地个案 都没有什么关联 所以似乎就是和第一波的距离 亦都是比较远 所以我们暂时都要倾向 就是无论你说香港 在这个沙田律元村那里的个案 和现在北京封台那个地方的个案 都应该是属于 就是叫做是否出到第二波就不知道 但是你说至少是一个零星的个案 但是如果你说一去到 蔓延到真的整个社区 那就是成为了北京的第二波 但是相对来说 香港来说 似乎是零星出现了本地个案之后 又没有这个社区 那会有一个扩散的迹象 是 不过如果你看在其他世界各地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第一波其实基本上都未完结 有些国家或者地方的疫情 都相当之严重 不如例如法西 是 至于在美国就出现一个 比较奇怪的地方 就是原本它那个限聚力 或者它那个隔离 都算有效的 但是问题出现了 那个示威或者甚至暴动之后 就是那个感染个案又升回 然后就是去到一些 原本不是最流行的州份那里 有个疫情又攀升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这里有很多 就是譬如说美国那边 仔细的疫情 就很难在整个美国那一图 那里去看得到 但是如果大家去留意一下 那个John Hopkins那个 对于全球疫情资讯统计的那个网站 你大概会看到 譬如巴西这地方 它还是一直一直一直上 但是譬如说 到了俄罗斯 它是上上下 接着去到一个位置就平了 没有上得那么快 那美国来说 你看到它都是一个缓慢地 过了一个高峰 然后慢慢地去下 但是那里下 那里面中间 其实是包含了 有些地方是少了 但是有些地方多了 填上 那里就 不可以一下子去看得到 但是总体来说 现在的趋势就是说 对于一个 譬如以发展国家 都出现了一个 已经越过了高峰 落回去的情况 他们叫做 curve flattened 压扁了曲线的状况 但是呢 你说是否压到 只有零星个案呢 其实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做得到 只有少数的 譬如你说去到越南 台湾 香港澳门这些地区 还有比如说 譬如好像法国 荷兰那些 就相信压得比较低 特别是德国 譬如说 但是anyway 就是我们 要看那个角度 很顺其科学 如果科学角度 我们问几个问题 其他就是说 如果我们走去 验到每个地方的DNA 就是排罪了 C群城 我们有没有条件 找到这个病毒 他那个演化过程 这个几天 然后演化过程 对我来说 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 他不是比以前更加厉害 第二个就是 那个传播途径 为什么刚才我们问 第二波 因为第二波 如果是第二波的话 我们首先第二波的源头 在哪里 有没有所谓这个源头的概念 甚至可以质疑这个源头的概念 传播那个媒介是什么 比如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CNA看到 在那个沙田那里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究竟是空气传播 还是在一些表面 摸到之后传播呢 这个也很重要的 因为空气传播 有另外一种防备的方法 是 以上几个问题 有没有一个暂时的答案呢 我试试去想想 第二个可以怎么回答 如果它是和第一波无关 它突然间有一个新的本地感染 是的 途径在哪里 香港那个就相传过 当然在葛丽园村 应该有个周围的环境感染 但是会不会又由第二个地方 带了过去呢 因为先前也传过 其中有一个最初的一两个病患者 它是在葛丽园那边的加理货仓 就处理某个英资百货公司 就在一些英国的货那里 就曾经接触过的 而且就是一个跟那个冷冻桂有关 其实当时都可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除了是在香港 有些其他由人带进来的感染之外 除了人本身是一个有效的载体之外 就是感染者 但是会不会是有一些途径 是经过一些纯粹是物流的供应链 不是人流呢 那一路就没什么办法去证实 因为你就算回到加理货仓的环境 那种样本呢 你拿不到 也都没办法完全否证 也都没证据去拿到回来 那所以都对于香港的案子 也有人怀疑 就是会不会都是一个人为的作用 令到香港再次出现感染呢 甚至乎混合就是说 不早不迟 刚好又可以延长一些限聚令等等 但是你为了再拍到北京现在的疫情来看 就是说它交五十六天突然出现呢 那其实很古怪的 但是你再看它爆发的地方 就是exactly又是一些物流集中的地方 就是那些丰台那些 那些和农产品糧食市场 他现在说是在三文鱼的砧板上面 是啦 那其实不止三文鱼砧板 其中一个就是三文鱼砧板 那其实很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 可能三文鱼砧板不是第一个地方 可能已经是那个负责处理的人 但是我想始终有个共同点就是 你发觉无论在香港这个案子 和北京这个案子 它都存在着一个无缘无故的本地感染 相隔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日子 如果你不计算香港那个荃湾那个case 即是荺木树那个case 的话呢 由那个陆泉楼那个case 数回去先前四月十九号的本地case 是真的都隔了成 就是说成三十几四十日 那他都是由一些经过飞机混入的食品供应 然后就是都是跟冷藏有关 那其实都可能会问 其实这个说法就是 刚刚你看回香港大学那个微生物学 就是医学院的教授管一教授 他也是传染病的一个专家 那他就也有说 这个冷藏库的那个传播链 其实都有可能 那你想象一下 第二些菌我不敢说 就是通常你预计 那些菌冲了会不会冲死的呢 不会是不会的 那其实你想象一下 冷藏本身就是一种保鲜的手段 对啊 那些細菌怎么会都是保鲜的 对啊他就帮你连菌都保鲜 意思就是说 你将它乱回的时候 它又会活化 那我现在想起一个问题 吃雪糕会不会糟糕呢 那又这么说 因为那个雪糕的温度更加低 那其实你说雪糕最容易 香港来说 吃雪糕最容易糟糕的那位在哪呢 就是如果你在街上吃那些针的那些软雪糕 软雪糕最多最多 软雪糕出口的嘴 在你卖完一杯 到你去买之前 中间那几滴呢 就露了出来 又融一下不融一下 那就是細菌溫藏 来的 由那一擠下来 里面那些呢 就没什么菌的 但是呢 开头那一栋呢 就是 就是 就浸了去你的杯底那里了 那个就应该是 所以你不要吃那杯底 就是如果你问我 最骯髒就是那滴了 最骯髒就是那滴了 OK 即是你可能阎尖一些 即是死了 那我今次就说 吃一半 你跟他说 最初那一栋不要 只是要注尿心 即是要注軟雪糕的心 最初那一栋不要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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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我这样说 但是你要知道 刚才你说的那些 你见到而已 你见不到你怎么样 是 他本身处理的时候 那个章不干净 是的 这个也好 不知的 譬如你见到那些 试过的 对 软雪糕机不干净 不是不止的 那些冷冬机 试过温度是有问题的 他跟着再说法 是的 你不知道的 这个正正就是 为什么那时候 大陆输入外国疫苗 竟然出事的一个原因 他就是一个不应该解冻的情况之下 解冻了 即是 应该假设就是 温度不可以变的 一路都是那么冷的 那 即是这里就 讲远了少少了 那其实我们想说的就是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万一是 这些这样的食品 或者货品 在外国输入来的时候 已经是 有问题 有一阵的菌铺在上面 有人打浴虾 进了个冰箱那里 今晚可能 那个人又 没戴口罩 然后那些菌跟着雪櫃来 一路保鲜 去到一个适合解冻的地方 又被人拆出来 那些这样的雪水 雪伤露水 被你摸到回来 刚好处理那个人 他自己没洗手 跟着又跑去拆口罩 跟着碰到其他东西 那就出了事 那香港的嘉利货仓的例子 会不会是这样呢 那现在没办法严证 不知道了 因为周围环境也都消毒过了 同样北京这里也是 但是呢 就因为它这些独立事件 跟那个对上一次的本地感染 实在差太远了 所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就是说 不单止人流的传递 会导致感染 而那个物流的货运 尤其是牵涉到食品冷藏 都可能是一个原因 就是你将香港和北京两个例子 拍到来看 你会发觉就似乎 就这件事就不可以被忽视了 因为重复再独立出现 但是如果你说是真的话呢 就对那个经济上的影响就很大了 你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些冷藏那些东西 你是不是再搞 重新去定那个 还有你怎样抽检呢 样样你都抽检 就是等于香港那时候 验禽流感 验那些风鸣症那些 你要每一 就是每一螺赛 你都验农药 每一个鸡都验抽检 你其实已经是很难做到的 那就是除非你大家都要 习惯了吃冷藏的东西 大家要等排队等冷藏 以后才吃 就不要吃新鲜的东西 那而且就是说 那你看到北京现在的 封禁的措施 就不是再限于 丰台区那个批发市场了 就基本上你看到 供应整个北京城 那个食品供应链的 那些批发市场 现在都要封禁 就是说 其实他们的判断里面 就应该是物流那个链 就会带菌进来 那当然物流链 就不是牵涉到物品的 就是可能你负责 链货车进来 那些人员 他们本身是不是带菌 和那些货品本身 有没有带菌 我想他们现在就很着急 要全面地去抽检 因为就直接 就发觉如果这个链一不封 就可以直接就进到 去一般市场 一般家庭那里 那那个爆发就会扩散 那就是以北京 一个这么政治敏感的地方 我想就是说 他们就算不是说 一般担心一般民众安全 就是那里的官 都一群人住在里面的时候 你所谓特工食品 那些干不干净 你都要去负责去盐管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 在这里就看到就是说 他们现在还是排除当中 那为什么宣布紧急状态 原因就是因为呢 直接有个食品供应链 可能就会将这些病毒直接传递到中央 那所以就是一个 我会觉得就是 就是敏感的就是在这里 那起码是在去年武汉的时候 那如果这个态度是在去年 武汉爆发的时候已经做的 你说电视会会搞成什么呢 就是这里就另外 我想就是最 另外反省就是香港那个case 也都同样就是说 对于那个出入口的人和货 尤其是食那方面 冷藏品那里就 我想一些比如说是由一个 一些高法区传进来 比如英国巴西 我们吃很多巴西急冻的东西 那你英国来老货 英国有一个高法区 那你现在说三文鱼 按照计三文鱼 本身自己的鱼就不会带这个菌的 它是可能有带菌 就碰到这条鱼 所以大家又不要一时间说 又说不吃三文鱼 那些不是三文鱼 那些是A for三文鱼 可能是红津鱼 它就不是带菌 是带寄生虫 那些也不应该吃的 那些就是 但是源头就应该不在鱼里面 就是第一样的package 处理这些食品 即当地处理食品的这些人 他会不会是一个超级传播者 那我想这个需要担心 所以譬如说 你如果是这样 可能是去那些 即某程度上的包装抽检 你都无可避免 你如果问我 譬如我第一件事想 巴西这些地方 是一个绝对高牌区 我们又吃很多巴西的 鸡翼 牛肉 是的 但是反而一些比较干货 我们不用怕 譬如你说米那些 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害怕 但是对于一些 尤其是冷藏急冻食品 那些地方 我想就要很小心去看这个问题 那我们还有其他问题 因为刚才我提过 就是那个DNA sequence 那个排队 那我们第二班再提 好